梅根觉得哈里太天真 回去会被威廉利用 一家人住在美国更安全 大家虽然嘲讽梅根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但是在尔虞我诈的攻斗中 只有这样的性格才能占据有利地位 事实上梅根和卡米拉才是一路人 他们拥有清醒的头脑 以及超强的执行力 梅根和马克尔对王室充满了戒备心 一直不支持哈里回去 同时还把叶尔异女留在家中 梅根认为哈里实在是太单纯和天真 一心想要修复跟威廉的关系 但是最终的结果很可能被利用 苏塞克斯公爵的种种行为 的确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这一点梅根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意气用事又渴望家人的关心 哈里下个月返回英国 就是希望跟威廉王子和好 然而梅根的想法却截然相反 他认为哈里一旦回到英国 很可能会再次被威廉嘲弄 毕竟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婚姻幸福 梅根深深担忧丈夫 根本不想让他冒着风险回去 自从两位核心王室成员患癌后 哈里真是心急如焚 想回去看望家人 此外这次的英国之行 主要目的就是跟哥嫂缓和关系 但是梅根却认为根本不可能 梅根担心哈里受到伤害 毕竟他旁观者清 早已看透了英国王室的套路 梅根从底层爬上来 对人情事故更加敏锐 能够感受到温莎家族 一直都在排斥哈里 梅根从内心深处 很同情凯特的境遇 也想回去探病 但是站在理智的角度 梅根认为威廉不会接纳他们 甚至还会被视为绊脚石 即使勉强回去 也只是眼中钉和肉中刺 因此梅根认为 一家人住在美国加州 才是最好的选择 根本没有必要回去卷入宫洞 梅根也理解哈里 认为他拼尽全力想跟家人和好 但是种种行为又天真又幼稚 威廉是个不可信任的人 哈里回去只能被利用 得不到一点好处 苏塞克斯公爵是个情绪化的人 自控能力很弱 容易一起用事 正是因为这一点 之前才经常被威廉王子操控 在梅根王妃看来 即使哈里回去 也无力改变局势 凯特已经神秘消失四个月 梅根的心理也没有底 不想回去成为宫斗炮灰 这次的英国之行 大概率只有哈里一个人 维尔士王妃的遭遇 虽然令人同情 但是梅根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只在线上表达关心 梅根从底层爬到上流社会 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 因此对这一切看得很透彻 王室专家理查德菲茨·威廉姆斯表示 现在王室爆发健康危机 是哈里和家人和解的最佳奇迹 但是威廉王子手握大权 根本不待见哈里 也不想让弟弟回来分权 梅根显然对王室的做法很不满 无法原谅威廉和凯特对他的伤害 当初跟哈里一拍即合 两人离开王室是最明智的选择 反而对两个孩子的成长更加有利 威廉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 心里只有无王位 甚至将哈里视为竞争者 由其兄弟俩结婚生子之后 矛盾冲突更加明显 似乎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 梅根王妃冷眼旁观 认为哈里回去也是费力不讨好 或许他才是真正的预言家吧